我疲惫 我疲惫在这种感觉 因为你不能让这种幻想 遇到这样的二比老公 你也许就可以放弃他了 自从随老公来到他工作的城市 朱莉亚总感觉有人在监视自己 结果老公认为没事 都是他自己的臆想 你知道我一天上班多类部 就整那没用的 你也不是明星 谁能跟踪你啊 朱莉亚觉得有可能是来到新环境 自己有点敏感了吧 可最近电视也经常报道被害的年轻女性 这让朱莉亚不禁有点害怕 被人跟踪的感觉也愈发强烈 朱莉亚去看电影 空荡的电影院寥寥几人 有个男人走了进来 就坐在她的身后 朱莉亚感觉到浑身不自在 她想朝后看去 却没有勇气 她仿佛感觉到男人沉重的传奇声就在耳边 她害怕地逃出电影院 去超市后 她仍然感觉有人在看她 一定是电影院那个男人 因为她认出了那双鞋 她想看清那个男人 又害怕与她对视 赶紧离开了那片区域 可她无论走在哪里 那个男人仿佛就在身边出现 慌乱中她打翻了一罐酸黄网 更加引起男人的注意 她躲进旁边的屋子 害怕地看着那个人的后背 眼看男人慢慢转过头 却被工作人员赶了出去 回到家里 她原原本本都告诉了老公 老公为了安慰她 只好带着她回到超市 要取监控后 发现那个跟踪她的男人 老公倒没怀疑什么 超市毕竟不是给她自己开的 也不能不让别人溜达 这还说个屁了 朱莉亚只能拍下男人的照片 无奈地离开 第二天她坐在窗旁 看了一整天对面的楼 但没有看到那个男人 夜里老公有加班 她紧张地盯着对面楼的那扇窗户 想看看总是偷窥她的人是否出现 突然一阵敲门声传来 朱莉亚有点怕 不过还是硬着头皮打开房门 原来是邻居老夫人猫丢了 可她根本听不懂 幸亏刚刚回家的女邻居帮她解了围 女邻居很好客 听说她一人在家呢 邀请她到家喝一杯 两人很投缘 天南地北坎坎而谈 女邻居还炫耀地展现抽屉里的手枪 女人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一次开心地交谈后 朱莉亚回到家心情好不少 可能是酒精给了她勇气 她打开了窗帘 看向对面楼的那扇窗户 那个男人果然在窗边站着 她到底是在看自己吗 朱莉亚试探地挥了挥手 对面没有任何反应 虚惊一场 原来是自己吓自己 可吓一口 那个男人突然伸出了右手 她竟然一直在看着自己 老公回家后 朱莉亚把对面偷窥的事情告诉了她 老公怒气冲冲向对面打了个国际招呼 其实她什么都没看见 朱莉亚自己报警了 老公是指望不上了 警察和老公去对面去询问 也没什么结果 毕竟没有证据 只凭朱莉亚感觉 老公话里话外都脱落出 朱莉亚有点无理取闹了 是不是朱莉亚闲出异想症了 不行找个班上吧 老公都不相信自己 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第二天老公又去上班了 朱莉亚自己去街上闲逛 她又看到了那个男人 她决定跟着男人一探秋庆 结果她看到男人在酒吧里工作 是一个清洁工 男人好像发现了她 她离开躲到旁边的一个屋子里 女邻居也在这里工作 不过她并不认识那个男人 她安慰朱莉亚 有点戒备心事对了 女人得保护好自己 夜里朱莉亚把门反锁上 又用椅子抵住门锁 这样才能让自己感到安全一些 度过南奥的夜晚 她准备回到床上睡觉 突然发现多了一个枕头 正当她回忆时 后面有人套住她的头 一圈下去 要将她活活勒死 竟然是一场梦 朱莉亚已经有点神经质了 隔壁又传来声音 她很担心女邻居有危险 轻轻敲了下墙壁 喊着女邻居的名字 一声女人的惨叫传来 她顾不了那么多了 她立刻去女邻居家敲门 敲门声引起了周围邻居的围观 房东在朱莉亚的坚持下 还是打开了房门 结果没有任何异常 只有那只老夫人的猫 朱莉亚遭到了房东投诉 老公也明白朱莉亚天庭挺无聊的 今天她会早点回家的 老公走后 朱莉亚听到有人敲女邻居的房门 她告诉胡子哥 女邻居并不在家 胡子哥也奇怪女邻居会去哪呢 明明约好了 电话也不接 朱莉亚恳求胡子哥帮她个忙 去对面楼那家看看住的是谁 她总感觉跟踪她的男人 和偷窥她的男人是同一个人 胡子哥挺够意思 敲了半天门没开 大声警告里面 别再打扰对面的女孩 否则她就喊来无虎 胡子哥走后 朱莉亚不甘地又去敲门 结果门开了 开门的竟然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朱莉亚连忙道歉认错人了 来到电梯 她都要吓死了 那个跟踪她的男人又出现了 她举高里下看着朱莉亚离开 朱莉亚内心慌的一批 晚上警察又上门了 可这次是有人举报朱莉亚骚扰她的生活 男人说朱莉亚总在窗户偷看自己 并且跟踪她 还威胁她的父亲 两人对着举报 警察认为这就是误会 邻里邻居住着 还是握手言和吧 男人主动伸出了手 朱莉亚犹豫片刻还是伸出了手 看着男人从不指示的目光 她总感觉不太对劲 杀害年轻女性的凶手也被抓住了 看来一切仿佛恢复了平静 老公这会更加认为朱莉亚就是闲的 当着同事面还讽刺朱莉亚不懂事 自己天天挺忙的 一点也不理解人 一目之下 朱莉亚摔被离去 追上来的老公并没有服软 反而埋怨起朱莉亚 两人不欢而散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朱莉亚感觉自己并不属于这里 她向地铁站走去 也许她应该回家收拾好行李 离开这个陌生的地方 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站在地铁站 她突然又来了那种被人跟踪的感觉 她慌忙登上地铁 可她又看到了那个男人 她僵直地坐在那里 正在看着朱莉亚 朱莉亚想赶紧下车 地铁却发声鼓掌无法开门 男人缓慢地走到对面 说的每一句话都仿佛在裤裆理论大锤 给朱莉亚一次次沉重的打击 她不明白朱莉亚为什么跟踪她 为什么要骚扰她 为什么要威胁她的父亲 朱莉亚连忙对男人道歉 她简直太害怕了 看到男人的塑料袋 她都怀疑里面是不是都是各种器官 地铁终于恢复了 朱莉亚快不离开地铁 她回到家开始收拾行李 明天一早她就马上离开这里 隔壁突然传来一阵音乐声 难道女邻居回来了 朱莉亚敲响了邻居的房门 临走前跟她告个别吧 那只房门直接就被推开了 朱莉亚缓缓走了进去 她竟然看到了一具没有头颅的尸体 一个塑料袋突然套住了她的脑袋 男人一圈敲晕了她 男人果然是个变态 她用刀抵住朱莉亚的咽喉 老公刚好回到家里 喊了朱莉亚一声 没等朱莉亚求救呢 男人就划破了她的波高 朱莉亚无力的声音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她想敲对面的墙壁 却被男人拽了过去 看到朱莉亚收拾的行李 老公只认为朱莉亚还在闹情绪 此时的朱莉亚却向前艰难地爬着 她想起茶几里有一只枪 可她已经没有力气了 她绝望地躺在地毯上 眼中流露的只有不干 男人趴在朱莉亚的面前 仿佛对面的只是一件医术品 朱莉亚想说些什么 却只能动了动嘴唇 再也没有一次反应了 男人擦干刀上的血迹 正在看着自己 又来活了 她得干掉那个人证 老公给朱莉亚打电话 却听见隔壁传来了铃声 她走向隔壁 看到男人走了出来 而她还一脸懵逼地走向男人 想问问男人啥意思 结果一声枪响传来 朱莉亚满身鲜血拿着手枪 最后的她也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接着又一枪 变态男也从此走向地狱 等待她的将是无尽的折磨 看到朱莉亚走出房间 老公都要吓尿了 刚才她好像说太累了 希望妻子已经忘了吧 据说人死后就不累了